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另一个制作Pose姿势Extension 它叫做3D Model & Pose Builder 跟之前所介绍的Pose Extension不同之处在于它有3D人物模型来方便调整Pose 调整完Pose之后,可以丢到文生图和图生图使用Ctrl-it的DW Pose或OpenPose的处理 OK,如果对这个Extension有兴趣的,就给它继续看下去咯 第一部分,3D Model & Pose Builder安装,一样来到影片下方 点3D Model & Pose Builder安装网址 点Code下拉式选单,点复制安装网址按钮 关闭网页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I,点Extension 点Install from URL 在这边将刚刚复制的安装网址贴上,点Install按钮 当出现这一段文字时表示下载完成 点Installed 点Apply and Restart UI按钮 当StableDiffusionWebUI重新启动完毕 有看到3D Model & Pose Builder标签时 恭喜,安装成功 第二部分,3D Model & Pose Builder简易使用教学 点3D Model & Pose Builder一到空白处 滚动滑鼠中键可将画面往下拉 点LockPose Mode按钮会再入预设人物模型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拖拉,可以转动不同的角度 按住滑鼠右键不放拖拉,可以将画面上下左右移动 滚动滑鼠中键,可以将画面放大缩小 再来这边有三个选项,可变换画面不同的显示模式 Depth Normal 哦,对了,Depth还有深浅度调整 那就是一般模式 右边的Size可以调整预示窗的比例 预示窗指的是这个,就是传送到ControlNet上的画面 再来是最右手边的功能选项 这边有Hand,Body 所谓的Body指的就是这个人物 这边的Hand,不是指这个人物的手 而是这边的调整手的模型 可能是老阿贝不会用 觉得Hand这个不太好用 点Body会出现下拉式选单 这边又分成五大部分 每一部分又有其他的小部分 如果英文看不懂的话 可以使用网页翻译来翻成中文 不过翻成中文有一个问题 来看英文 点其中一个选项 下方会出现Upper8的选项 不过,假如您把网页翻译成中文时 再选其他的部位 这个操作的选项就会消失 没操作选项您就没办法调整人物的Pose 所以当您看完中文翻译了解后 让使用时记得再将网页调回英文 它的Pose调整方式 就是先选择一个部位 再点Operate and Rotate 这边就会出现球形X、Y、Z轴调整 红色是Y轴调整 绿色是X轴调整 蓝色是Z轴调整 这种球形的调整方式 就是有空多玩玩就能了解如何运作 对了,还有外框这条线的调整 再来选身体其他的部位 选完后再点下方的Rotate 然后再调整想要的角度 就这样东条条西条条 确定姿势后 将画面往下拉 点Send to Text to Image送到文生图 这边是说没有选择要送到哪个ControlNet 点这边来选择 老阿贝开启了三个ControlNet 所以这边有三个可以选 选完后点送到文生图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当打开ControlNet时 发现还没送过来 不知道是已经送过来 但没有显示出来 还是还没送过来 再来送一次看看 这是没有一道空白处就滚动滑鼠中介 有时用起来不太方便 OK 这次就有送过来 ControlTap选择OpenPose 预处理器选择DW OpenPose Flow 如果您这边没有DW OpenPose Flow选项 请参考资讯栏的影片安装 DW OpenPose Flow非常建议安装 比原有的OpenPose Flow侦测还要准确 Pixel Perfect打勾 Allow Preview打勾 点阅了按钮 上面送过来的图又变成白色 怪怪的 不知道是哪边有问题 各位大大再测试看看 有没有老阿贝的这种状况 预示稿有出来 左边的空白应该是显示的问题 来输入正向提示词 并检查图片参数 OK 生成图片 host的处理还算是可以 来试看看其他的处理方式 选择Depth 调整深浅 看起来深浅颜色差别不大 不管了 来试看看就知道了 还是没出现 又犯了老问题 切换就不见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再来送一次吧 把该勾的勾一勾 选Depth 因为它原来的就是预处理稿 所以可以选择Preview as Input 点Law Preview 点Preview as Input 底下参数先使用预设值 生成图片 怪怪怪的 有两条直线 应该是这一条造成的 点RefreshSintree按钮 点Seeing 点Access 将V字报取消打勾 再来生成图片是看看 现实不见了 不过姿势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姿势 来调整看看 失败 再来调整 还是一样失败 放弃了 来试看看另外一个 这一个是Normal模式 Ctrl 开选择Normal Normal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目前测试起来最好的模式 就是一开始的MAM模式 然后再使用DW OpenCodeVu侦测 纯手部的部分 跟人物的使用方式一样 这边就不浪费各位的时间重复说明 这个Ex-Tenison虽然还是有一些小缺点 不过有个人物可以比对做调整 算是他的小亮点 至于好不好用就留给各位大大去评断 老阿贝会先将他留下查看 当作是口袋名单 供以后追踪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